大家好 我是姑奶奶 姑奶奶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料理是 酸高丽菜的制作 酸高丽菜的做法各有不同 姑奶奶是比较喜欢这种有经过太阳照射的方法 因为她多了一股日晒的香气 所需的材料非常简单 只需要高丽菜还有少许的盐巴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日晒 我们把高丽菜买回来之后 把不要的外叶剥除 然后一页一页剥开铺平在晒往上 尽量不要重叠 之后就让她晒一天的太阳 经过一天太阳的照射之后 她就已经呈现连连的样子了 这样微掉了之后就可以把它收起来了 接下来第二个步骤是加盐和搓揉 我们把菜收回来之后 先分坯的撒上盐巴 然后再搓揉 就这样不断搓揉 一直揉到菜叶软化和微微出水就可以了 把菜揉出水之后就可以把它倒出来集中在一起 然后再继续搓揉下一批 我们盐的比例不需要多 大概用量是菜的1%就可以了 等全部菜都揉好集中之后 再做最后一次的总搓揉 搓匀之后就可以把它铺平了 第三个步骤是重压 第三个步骤是重压 我们把菜铺平之后就可以准备来压重物了 压重物的目的是为了把菜的汁液压出来 那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跟菜接触的器具不能有油还有生水 最好底下能垫个盘子 以预防菜的汁水溢出来 就这样用重物把它压24小时 压24小时之后就会有许多菜汁跑出来 我们就先把这些汁液倒出来 我们就先把这些汁液倒出来 再把被压扁的菜再次揉均匀 揉匀之后再次把它铺平 为了不让菜被压得太干影响口感 为了不让菜被压得太干影响口感 这次我只用一桶6公斤的水来清压即可 就让它慢慢发酵 在经过24小时的清压之后 就可以闻到阵阵的酸香味扑鼻而来了 闻到香味之后就表示已经发酵成功了 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许多气泡 这是因为发酵产生的气体 没关系的不是坏掉哦 接下来就可以装瓶冷藏了 先把菜液挤出来 然后再放入干净的玻璃瓶中 全部的菜都放入玻璃瓶中之后 就把它再次压紧实一些 然后密封起来 密封之后再放入冰箱冷藏 你看过用高丽菜心所做的鲜花吗 在这里 你觉得如何好看吗 双高丽菜可以做出许多好吃的料理 我最喜欢的是青草五花肉了 首先我们必须用干净的器具来拿取 拿好之后再继续把它密封起来 然后放入冰箱冷藏 料理之前只要洗净就可以了 不用泡水 然后再稍微把水分挤掉之后 切成小段 以方便入口 炒酸高丽菜如果能够加大蒜 辣椒还有五花肉来炒 我觉得这样做最好吃的 然后再加入大概是200细细的水 稍微焖一下 再加入一些糖 我觉得这样吃起来酸甜酸甜的 蛮不错的 最后再加入少许的酒 这样可以去腥真香 这样炒出来的酸高丽菜 它的口感微酸 而且还有一股太阳晒过的香气 好了今天酸高丽菜的分享就到这里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您订阅分享和按赞 非常感谢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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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